欢迎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167集 他奶奶个腿的 说到底还是二选一啊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呀 张日威现在真的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他忽然想起了崔先生之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真相的背后永远还存在着一个真相 哦 可是吧 他大爷的到底真相是哪个呀 张日威迷茫了 他在脑袋里面翻来覆去的想着自己以前遇到过的事 以及在这河边所经历的一切 一定会有头绪的 一定会的 想着想着 他心中忽然一愣 想到了什么东西 瞬间他便笑了起来 然后对着面前的两个家伙朗声说道 我知道了 你才是真的 那么张日威到底认为谁是真的呢 咱们先暂且不表 咱先说说另一边 下午的时候吧 在那蔡寒冬的带领之下 崔先生和一新星来到了那家慕名已久的寺院 报恩寺 正所谓 人的脸 树的皮 既然这家寺院名为报恩寺 就代表着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典故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但是这都不重要 崔先生这一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会一会那个传说中的高僧大德 要说在崔先生的心中啊 这和尚什么的吧 还真就没啥好印象 真的 估计是跟他平日所见有关 要知道这崔先生在哈尔滨漂泊也有个五六年了 哈尔滨的寺庙他真的有点不想说什么 那些和尚啊 个顶个不修口不修心 记得那几年PSP这种游戏机刚刚盛行的时候 崔先生便看见过这些兔子们在哈尔滨电子城的地下组团购买呀 那嘴皮子毕竟是念经的 够利索 滑架滑的就跟唱大背肉似的 张嘴就闭不上了 吐吐吐吐吐吐像机关枪似的 把那柜台大姐砍得一愣一愣的 当时崔先生饶有兴趣的围观了一下 估计那大姐见这几个哥们也是佛门弟子 所以就不好多说什么 988T弯膜刷好的机器就这么进入了他们的手中了 当时崔先生看着他们坐在电梯口 手里捧着PSP 在怪物猎人里面砍得不亦乐乎 这个血腥啊 砍死怪以后还不算 居然还烤起了肉来 磨脸似乎还不过眼 于是呢 众师兄们集体去了肯德基 崔先生就没好意思再跟下去 其实他是很相信这几位大师去肯德基 只是为了喝竹笋汤或者是柳成汁的 应该是这样 这是以前的记忆啊 使得崔先生对寺庙一类的东西始终有些不感兴趣 他觉得吧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些专制人员还没有业余的人员技术熟练的 因为他实在是觉得即使是自己这个被社会排斥被命运戏耍的人 心中的佛性却要比他们这些平日里满口慈悲佛度苍生 被地理不交门票钱说什么也不让你进 说不定还会给你展示一套惹空三叠腿的商业僧要强的许多呀 功名利路迷人眼 浅草才能过马蹄 世俗之气终究入侵的佛门清净地寻常寺庙尚尚且如此 更别提那个拥有着CEO的松山杂技团了 崔先生冷哼了一下 那一新兴见这个崔先生来到寺庙之前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便有些奇怪的问他 咋了老崔 看你这样怎么挺不爽的 崔先生摇了摇头 没啥 我就是在想这间庙的门票钱会是多少 门票钱 那蔡寒冬听崔先生这么一说便笑了一下 不要钱的 想进就进 呀喝崔先生愣了一下 望着那大牌匾上的字 心中倒是真有些意外呀 居然不要门票钱 这么说这家寺庙还算是没有被少林文化侵害的少数庙语了 想到这儿呢 他便点了点头 然后跟两人一起跨进了这些小庙 蔡寒冬是第二次来 自然清澈露熟啊 在请示了一下庙里的僧人之后 得知今日那位大德的会客还没有满 于是便领着两人前往那庙后偏僻的禅房 在去那禅房的路上 蔡寒冬问了崔先生 崔哥 为什么你刚才有点惊讶的表情啊 崔先生摸出了烟 但是呢 看了看四周 还是没有点着 只是用嘴巴叼着 我怎么能不惊讶呢 我看过太多太多的和尚捞钱了 一想到这些呀 我就对这些地方有些抵触 毕竟跟我们书上看的电视里演的太不一样了 一新兴的笑了一下 你是又想起哈尔滨的那帮秃头白领了吧 他说完以后 崔先生点了点头 嗯 其实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挺深的 好像之前我也没有对你说过 啥事啊 说说呗 反正闲着无聊啊 那一心心便问道 于是崔先生便讲出了 他不相信和尚的理由 原来啊 那还是他大学刚毕业不久发生的事 那个时候呢 年轻的崔先生刚刚来到福泽堂 那时候福泽堂的老板也是一个分头 名字叫做张文才 行里面称呼他为文明呗 崔先生呢 则称呼他为文叔 这个文叔啊 是一个老神棍 终日骗人钱财 而且好吃懒惰 那时候在崔先生的眼里呢 自己的老板完全就是一个 沾酒就醉 一遇事则迷 一见才便起 一背下就尿裤子的老骗子 当然了 这些话现在崔先生说起来 自己都会笑 不过呢 这都是无关的往事 这里就不多费口舌了 且说说这崔先生在福泽堂上班的时候 就如同现在的张世飞一样 不不不 要比张世飞还散 一个月拿着一千左右的工资 每天起的笔记都早 睡的笔记都晚 天天早上就要到福泽堂报到 文叔呢 在哈尔滨有房子 但呢 他跟崔先生一样 总是喜欢住在福泽堂里 多省事吧 只不过偶尔回家 在文叔不在福泽堂住的时候呢 崔先生就要早起来开门 说的是一个秋天的上午 这个文叔头一天晚上喝多了 哎 没有在福泽堂 第二天整个上午呢 店里面只有崔先生一个人 那时候的崔先生啊 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啊 思流不懂 别人说啥呢 他就信啥 就在他打着哈欠扫地的时候 忽然门开了 崔先生还以为是客户上门呢 于是抬头露出了招牌室的微笑 不想呢 这来者竟然是个和尚 崔先生当时可就愣了 还心想这今天是怎么了 要知道福泽堂 他是个算命馆啊 也跟寺院他不是一个部门的呀 怎么还有大师上门呢 难道是因为店里面 有菩萨作相的关系 可这完全就是文叔拿来卖钱的 平时也没见他读过佛经啊 还没等到崔先生说话 那个和尚就抢先开口了 这个和尚看上去 大概有个四五十岁 没头发 一身屎黄色的僧袍 对着呢 年轻的崔先生二话不说 张嘴就来 阿弥陀佛 哎呀我去 好专业呀 崔先生是小地方的人 说实在的 从小到大 直到毕业 也没见过几个和尚 见这和尚双手合十 嗓音浑厚 这一句话让他唱的 当真是高原拿的特别准 低音把的特别稳 怎么看 怎么像是个高人 崔先生当时就木了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 去对这句暗号了 情急之下 他只好也照葫芦画瓢 双手合十 那啥 啥事啊 后来他想了想 自己合个匹首啊 只见那和尚 见这店里面没有别人 只有一个愣头青小伙子 便发出了十分慈祥的笑容 他对着呢 崔先生说道 施主 我是五台山前来画园的 路过此地 送你一道符 还有这好事 崔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那和尚便将一个符塞进了他的手里面 崔先生一看 这门就像是那小学时候戴的名签一样 红色的塑料外皮 里面是一块铜牌式的东西 上面浮雕的是大词大悲观世音 外皮上还写着开光灵符 永保平安这把个字 观世音呢 崔先生当然认得 要知道他平常就跟个狗不理似的 从小到大 根本就没有几个人送他过什么礼物 今天竟然一个素未蒙面的和尚送了 他自然的有些受宠落惊 于是呢 他连忙感谢呀 那和尚十分慈祥的笑了一下 然后又十分利落的 从随身的布袋中取出了一个文件夹 没错 是文件夹呀 打开来一个表格 当时那和尚对着崔先生说道 阿弥陀佛 施主 我们寺庙最近建造新的祈福塔 请您将你和您的亲人名字写在上面 我回去为你们祈福 哎呀我去 崔先生顿时十分的激动啊 还有真好事 他当然写呀 于是他拿几笔刷刷刷刷在那张纸上 龙肥凤舞的写了起来 当时他的状态吧 那可真是只恨这纸为啥这么小 他都想要在上面抄电话本来 那和尚见他满满的写了一整张纸 也没恼怒 只是对着崔先生用十分慈祥的语气说道 阿弥陀佛 我们寺庙建祈福塔 所以我特来此画园 希望施主你能够广修善缘 聊表心意 啊 啥玩意儿 还要钱 崔先生顿时愣了 不过他抬起头望了望那和尚 又望了望自己手里的符 以及那张表格上满满灯灯的名字 还有那个老家伙慈祥 却又期待的模样 顿时有了一种吃人家嘴短 拿人家手软的感觉 没办法 掏钱吧 自己都抄了一整篇的电话本了 也该意思意思了 于是他便问他和尚 要多少啊 那和尚道 一块不少 一块好说 坐趟公交的钱而已 崔先生很满意 于是便将手伸进了兜里面掏钱 就在他掏钱的时候 那和尚却又说道 一百不多 新月城怨怨灵 新月城怨怨灵 这句话崔先生现在还记得 就是因为这句话 那个老和尚应是划走了 他一张五十元人民币 不过那个和尚走了以后 崔先生还没觉得什么 毕竟一张开光的护身符 也算是一种法器吧 自己就是玩符的呀 知道这东西的重要性 不过文叔来了以后呢 他就彻底的悲剧了 在他跟文叔拿起那张护身符炫耀的时候 文叔的嘴一撇 然后对着年少的崔先生说 你说你傻巴啊 这破玩意值五十啊 你怎么知道就不值呢 崔先生愣了 那文叔一边扣鼻口 一边对崔先生说 我当然知道了 之前我也卖过这玩意儿 没过几天就掉下来了 进价也就是一毛钱都不到 崔先生当时就傻眼了 但是他还没有放弃希望啊 可能是年少轻狂 不相信自己上当了 他便对着那文叔叫道 不可能 人家可是大寺庙的和尚啊 大寺庙 哪个字的呀 文叔当时就问了这一句 崔先生就彻底的悲催了 只见崔先生回答 五台 哎 五台山呢 他才心思过味儿来 他大爷呢 五台山在哪啊 山西啊 要真是五台山的和尚 就算是画园 也用不着来哈尔滨这一趟画吧 还不够车票钱呢 当时崔先生就没画了 而那文叔呢 倒也真像是一个预言家 正如他所说 那张所谓的开光附身符 揣在兜里没有几天 果真掉色了 崔先生看在眼里是腾在膀胱啊 虽然说 翅膀的膀 跟膀胱的膀 那是一个字 但是吧 崔先生也实在无法接受 这个梦幻般的结局呀 以至于以后 他对和尚的看法 依旧是充满了抵触 钱 倒不怎么重要 重要的是 他太伤自尊了 崔先生咬牙切屎的说呀 仿佛那往事就在眼前似的 他说到此处 蔡寒冬和易新兴 已经笑的不行了 这真是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啊 两人怎么也想象不到 如此精明谨慎的 崔先生在以前 竟然也干过这种傻事 如此低劣的骗局 竟然还会中招 崔先生见他俩笑 便没好气的说道 行了 别笑了 这能怪我吗 要怪就怪那个老图驴 妈的当时我又觉得 你说连和尚都骗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信的吗 正当崔先生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 忽然的前方传来了一阵苍老的声音 世上无可信 唯信 以善心 谁 三人顿时一愣 然后放眼望去 只见禅房还没有到 离他们不远处有一棵杏树 这棵杏树看上去可真是有年头了 打眼这么一看吧 这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茂密的树枝 由于过了收获的季节 树枝上呢 只能依稀的看见几颗灵星熟透了的果实 而刚才的那个声音 就是从杏树的另一边发出的 蔡寒冬明显一愣啊 只觉得这声音十分的耳熟 只见他眉头一挑 然后十分高兴的说 老师傅 您怎么出来了呢 老师傅 崔先生听到这句话后 便已经知道了树后坐着的是谁 应该就是蔡寒冬口中的那个高僧吧 于是他们三人便走上了前去 绕到了树后 果真发现了正在那树下打坐的老和尚 要说这老和尚可真够老的了 或者说吧 这个人真够老的了 崔先生似乎第一次见到这么苍老的人 一张脸的褶皱相当的严重 甚至眼皮都要睁不开了 嘴巴呢往里凹着 看上去已经没牙了 只见他坐在一个破旧的蒲团之上 衣服上呢 唠了几片树叶 他也不去理睬 更令崔先生称奇的就是这老和尚的眉毛啊 当真就像是那电视剧里的高僧一样 竟然身长下垂 跟胡须一般 就连那一新星见到这老和尚以后 心中也不自觉的探讨 难道这老和尚是演员 这是沾上去的 自然不是沾上去的 老义忍住了想上去拽一把的冲动 因为这个老人的岁数看上去当真是不小了 甚至说他90都有一些轻啊 人竟然可以活到这种境界 不由得让崔先生和一新星肃然升位啊 你想啊 都说这个二十若冠 三十而立 四十不破五十之天命 六十花家子 七十古来西 八十为茂蝶之年 这个老家伙怎么说也得九十往上了吧 老天哪 那该怎么称呼他呢 那个老和尚虽然眼神浑浊不堪 但是依旧认出了蔡寒冬 只见他轻微的张开了嘴 我又等到你了 怎么未见张公 张公 这老头子是不是有点糊涂了 一心心想 还射箭呢 但是他没言语 只能在心中的琢磨着 那蔡寒冬笑了一下 然后也不含糊 立马跪在了地上 然后对着那老和尚 十分虔诚的说道 多谢师父之前点话 我回去以后照做 果然无一不应验 今日可再来拜访 多谢师父 说完以后 他当当当 磕了三个头 确实够虔诚的 那老和尚的皮肤 似乎都有些不灵了 但是依旧能够看见他 确实是笑了一下 他对着那蔡寒冬点了点头 可是并没有对他说什么 反而转头 对着那崔先生说道 摩子摩孙 什么摩子摩孙呢 崔先生愣了一下 他看了看那老和尚 心想着 这是在说我 只见那老和尚 自顾自的又说了 你所见的 并不是僧人 而是魔王波寻的后人 啥 崔先生 鼓唧鼓唧 眨了眨眼睛 看来这老和尚 当真是有些老年痴呆了 他张开了嘴巴 然后继续自顾自的 对着众人讲了一个故事 原来啊 在远古的时候 佛祖同魔王波寻斗法 我佛用定力 胜过了那波寻的神通 魔王呢 对佛说 我现今虽然没有办法胜过你 可是等将来你的弟子 就是指后代的佛弟子 要是定力不够 知见不正之时呢 我就混入你佛门寺庙中 披佛袈裟 穿你们的衣服 吃你们的饭 然后毁灭你们的政法 败坏你们的戒律 看你要怎么办 这时候呢 释迦摩尼佛很感伤的说 如果到末法之时 你要这样做 那我也没办法了 这老和尚说呀 现在有一些的寺庙中 风气败坏 正是这魔王的诅咒应验所致 也是事风日下的关系 可是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政法存在的 那些丑恶的事物 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这一小部分 就如同的阴与阳 互相并存 无法消失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预计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